大家好,我是咕咕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社会派推理剧 《买地方报纸的女人》 这是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 宋本清章作品改编的电影 宋本清章的成名作很多 灵之焦点,杀气,点语线 为什么咕咕今天要解说这一部呢? 因为它 古田人三郎的扮演者 田村正和 于今年四月离世了 咕咕也算是看着古田人三郎系列长大的 很遗憾 一直都没有来得及解说这部剧 四星里经常有看到大家和姑姑推荐 宋本清章和古田人三郎 正巧宋本清章租和田村正和 就有了这部《买地方报纸的女人》 这部也是田村正和最后一部大荧幕作品了 这话不多说,正片开始 善门农志是一名推理小说家 在东京他不算顶流 但搬去金泽之后 他倒是小有名记了起来 他的连载小说 遥远的记忆在金泽的地方报纸上 广受好评 人一上了年纪 人在心底及其涟漪的事就少之又少 女助力又又迟到 已笑了之 作品屡次未能获奖 已笑了之 只有一种情况 获奖山本请示难安 谜团 造谜者 欲谜 吃谜 如果有山本想不通的谜团 他的性格 那是一定要弄个明白的 眼前还真有这么个谜题 怪事 很小的一个事情 山本的编辑 突然有一天告诉他 你有女粉来信了 还真有啥稀奇的 姑姑女粉都超一半了 我骄傲了吗 编辑赶忙解释 女粉不是金泽人 人是住在东京的 远在东京都要指明看您的作品 这体现出了山本老师您的名气有多大 外地人慕名订阅 顶多算是有点稀奇 但对方接下来的要求就堪称古怪了 看书都是从头看起 连载小说已是如此 想要从头看的话 就要麻烦报社结束先前出版的报纸了 这位女粉也这么要求了 但她只要11月4号之后的报纸 山本的连载是远早于这之前的 女子为何选择了一个 不前不后的尴尬时间开始订报呢 山本当下就觉得 编辑肯定是在骗自己 要知道为了求更新 编辑连红带骗一点也不奇怪 山本只是心里犯嘀咕 助理这头是已经行动起来了 帮她去确认粉丝是否存在 顺着订阅地址找去了东京 对方家中无人 她便问了邻居确认了一下 这里确实是住着来信人 方子女士的 她是云进闻名的小顺媳妇 想见她的话 邻居建议可以去酒吧 因为方子晚上都会去兼职陪酒 纯陪酒邻居家人知道也不会觉得有不妥的那种 助理过去后 立刻安排了一次通话 想要向山本证明方子却有其人 也是通过这通电话 彻底燃起了山本对方子的好奇心 因为电话那头的方子 言谈中根本就不认识山本 特意不想 可能对方是只喜欢作品 对作者本人不感冒呢 所以对山本的名字陌生 为了排除这一可能 山本给方子寄去了一封感谢信 感谢他对自己作品的喜欢 等于把自己的名字和作品联系了起来 这下改有反应了吧 方子的回应很快来了 但内容却让众人打点眼镜 他来信说 小说编得越来越无趣了 自己要停止订阅 收信的这一天是14号 叙利他订阅才过去10天 事实上 大家都说山本最近的更新是越来越有趣了 方子这是间接独到 还是醉翁之一不在酒 借口看小说 其实是想看报纸上的其他内容 比如说 案件 这个好排查 房子是从4号开始订阅的 那就从4号的金泽日报开始翻起 金泽是个小地方 多数都是小新闻 一直到13号才出了一件大事 一则死亡通告 报道说 一对男女的尸体在观眼币被发现 死者都在百货店工作 男子是保安 女子是售货员 发现地地处偏僻 发现尸体时 两人已经死亡有10天的时间了 警方初步判断 两枚死者是服用了身边 还有情话物的果汁 殉情自杀的 13号发现 死亡10天 反对两名死者 死亡的时间就是在3号 新闻报道的都是一日的新闻 也就是说 这起命案最早也是4号才会见报的 这个日期和房子订报的4号撞到了一块 世界上没有巧合 有的只是必然 山本至此相信 这个案件和房子是有关系的 所以他才会用这种拐弯抹角的方式 想要了解命案的结果 怎么证实自己的想法呢 自己一不是警察 二也不是侦探 只是个和推理沾边的小说家 以下他只有暗中调查 正所谓眼见为实 自己要先去见一前方子 山本作为被吐槽的小说作者 往吐槽者身边那么一坐 哎 这就等于在网上口海一下秒被镇主敲大门的即时感 我愿称之为社会性尴尬 换做是你 你怕不怕 可房子却只用一招就化解了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个撒娇对付不了的 如果一个不行 那就要不我走 找茬的事翻篇 下面就聊聊天 房子到底是何许人也 除了在酒吧陪酒这一夜间的身份 房子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家庭主妇 丈夫婚后在异地打拼 作为秘书帮前辈竞选一员 说是不成功就不回家了 所以结了婚 两个人还过得像异地恋一样 疯子留下 是我们家中的婆婆 现在出来工作 也是因为婆婆已经过世 丈夫又不在家 才出来打发打发时间 说到房子的丈夫 山本还得提前祝贺一下 包商说了 一员的位置已经十拿九稳了 房子丈夫也快功成身退了 夫妻团积 想想都幸福 这个祝福呢 没想到让房子是脸色大变 他说婆婆去世前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望她能够幸福 怎么 房子是遇上什么让她不幸福的事情了吗 临走前 山本故意落下了一个信封 你们装的是命案当天的金泽日报 也就是暗示房子 那天她做的事情 山本已然猜到 以暴作为信号 两个人之间的脚梁 正式拉开了序幕 回去后 山本就开始了推理 从一个细节可以确定一定 以及肯定 两名死者 并非自杀 是被人下了毒的 首先 如果真的是 殉情自杀 准备好了有毒的果汁即可 为什么他们还要准备 身边一篮筐的三明治呢 要说是 吃饱了好上路 但这三明治 他们也并没有吃完呀 不合情理 最有可能的就是 两个人正常的进餐 在不知情的状况下 喝下了第三个人准备的毒果汁 除了这点 遇害前的上午 两名死者 还去了当地的庙城寺观光 这也不像是 要殉情的人会做出的事 敲定了谋杀的事实 下面要搞清楚的就是 案发那天 房子的行踪 他是否有机会作案 3号当天 房子有向酒吧的老板 请假说自己有私事 正好是秘书陪议员 录演的日子 房子有到场 来支持丈夫的视野 结束之后 秘书就投入了工作中 妻子是自情离开的 陆炎帝和金泽 两者相距不远 如果房子离开之后 坐大巴 赶去金泽的官爷比 时间上是完全来得及的 时间有了 那么动机呢 人际关系 家庭背景 三个人是拔杆子都打不着 唯一有联系的 就是他们都是东京人 那么这个联系 在东京市一抓一大把 也不能算 眼下有一种 可以解释他们关系的可能 死者妻子说 保安男呢 是一个渣男 婚后出轨多人 并且是毫不避讳 他和另外一名死者 社会员的关系 确实是情人 妻子一直都是知情的 他任其吞声 是为了孩子和生活费 可那孩子根本就不明白 父亲到底去了哪里 毕竟由于殉情的关系 拿不到保险金的妻子 把保安的领位 锁在衣柜里面 都不让孩子祭拜 小朋友只知道 爸爸为了别的女人 不要他们了 只字无辜呀 保安的情人很多 漂亮的方子 会不会是其中之一 你看照片 邻居还真认识保安 说他是不是会来 方子家小住 方子解释说 保安是自己的远房亲戚 事实上 他们两个人 是拔杆子打不着的 方子和保安的关系有了 没有想到 售护员也和方子有交集 交集的还很奇怪 售护员是来找方子要钱的 之前的酒吧老板 说售护员曾经 臭着脸来找过方子 没讲几句话 方子就给了对方不少钱 售护员人酒吧老板 立刻就觉得 售护员不对劲 想帮方子 但他却什么都不愿意说 就傻里傻气的 一直掏钱给售护员 看这种情况 方子像是被售护员给敲诈了呀 总之现在可以确定 方子保安售护员之间就交集 如果是敲诈 那么这动机也有了 具体这三人之间有什么秘密 也只有他们自己心里面最清楚 这个谜底 山本想引导方子回头试案 自己说 但他太小瞧这个女人了 山本想请警在线试探方子 他故意找人 在线保安和售护员 去往案发时地点的身影 并拍下照片 用来刺激方子 普通人看到自己杀人的场景 会心虚 会害怕 方子呢 是全程待笑 未表尽管理一百分不说 甚至还眼神拉丝 和山本爱起了妹 过分了 高举师娘的遗诏 处理对山本 黄牌警告 好事的报社编辑 还拍了一张 方子和山本的合影 为流量写了一篇头条 什么山本和漂亮女粉见面 该女子还疑似 卷入殉情案件云云 编辑估计是想利用舆论 向方子施压 可适得其反 这篇报道 反倒是给山本惹去了大麻烦 别忘了 方子上头有人 屋上面有人 老公是医院秘书 是医院器中的学弟 互独自带医院呢 是立刻就行使了特权 通知了警察局局长 挑打了一下山本 说起来也挺气的 他用威胁的语气 警告山本 不要再造谣方子的清白 并在以后 离方子远一点 不然就以跟踪狂的罪名 抓捕他 真的是气人 医院爬上位 就是为了占用公共资源 为以私用的吗 哪里像什么医院 倒像是黑社会的左派 山本呢 也是气得快口吐莲花了 管解方子那边还不省油 这位山本 被他老公危险 他本人还在 犹哉犹哉的勾引人 那就要一个明目张难 什么小方方想你了 咱们见个面面嘛 这就是方子的还机 用没人计 拉近和山本的距离 再用手段 让山本不曝光自己 方子这明显是急了呀 却是他有着急的理由 殉情的疑案 不再停留在 猜测的层面上了 现在已经有人证了 在被害人生前 逛到妙城寺里 寺中的僧女 曾经听到过 两名死者有这么个对话 守护员想要泡温泉 保安就说 他对这里在手 一会儿让他安排 他是女子旁的他 一会儿安排 说明他们当年 还有要见面的人 虽然没有指向方子 但是殉情案的 突破口开始显现了 方子也是越来越着急 而山本约到店里 说了很多姑姑 实在是不好意思付出的话 山本一句太太 试图把开高速的方子 往回拽着 方子小嘴一撅 速库状态开启 他埋怨丈夫不贴心 自己曾经怀孕过 丈夫竟嫌 不方便照顾婆婆 让她流产掉 方子听了话 结果手术出了意外 她再也无法生育了 总之就是营造出一种 和丈夫感情破裂了 一心想要跟着山本走的感觉 走还是不走 是个问题 助理来说 而不对 是来救山本了 他得赶紧把老师和方子隔离开 这个女人实在是太危险了 助理又有一吹 那份那天 大巴司机认出了方子 曾在官爷比附近的车站下车 那里距离案发地 大约也就一个小时的轿沉 走过去 他也来得及去杀人 而在案发后没有多久 方子又出现在官爷比附近的餐馆里面 连干了两大碗饭 严丝合风的作案时间 心动入境 如果不是巧合骂骂声巧合 那就是方子绝对是凶手了 作为凶手 他对山本的接近 只有一个目的 让山本禁言 是温柔一道 还是杀人一道 就要看方子本人的意愿了 山本其实希望是后者 虽然线索他们找到了不少 但都是假带预设的佐证 在法庭上面这些证据都不大定诱 如果能够让方子对自己下手 倒是一个实锤他的好机会 当然了 就是危险了些 因此当方子再次邀约山本时 他并未拒绝 这次不等助理来救人 方子的丈夫秘书愤怒的出现 当场删了方子一巴掌 原来方子单方面的小秘书 提出了离婚 说是为了向山本表达自己的真心 原本以为这一巴掌 浇灭了方子的决心 直至几个月后 山本受到了方子的情书一封 上面谈言他已经是自由生了 情义明明的邀约再见 冰姿姑子的定好了时间地点 让山本甚至还叫上了助理 一同前来 山本没有被小姐姐的 甜言蜜语冲昏头脑 知道这是鸿门宴 方子这是想把怀疑他的 知情人一锅端雅 去还是不去是个问题 怪就怪那该子的好奇心 山本这个推理小说家 明知是危险 但安纳不住 哪个想要亲手揭开真相的心 到底方子为什么要杀那两个人 为什么一个经历普通的女人 杀人后会如此的淡定 连干两碗饭 微表情管理堪称完美 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决定了去 当天三人是个怀心思来到了海边 方子特意拉着众人 去海边的僻井处野餐 说实安静 图的就是四周无人 他拿出了事先准备的饭团和热茶 一念天真的让大家赶紧尝尝 方子的这出剧 山本不准备陪他演下去了 坦白了之言方子在饭茶里下的毒 想灭他们的口 方子听后是委屈含泪 赌气般的把饭团茶 全部往嘴里塞 似乎在向山本证明 他错怪了自己 拯救一切都是离谱的巧合 方子并没有害他们之心 有一瞬间山本心软了 但在翻了方子的化妆包后 一切尘埃落定 那包装的香水瓶里 灌的是情话物 方子不傻 直到山本怀疑自己 估计虫师也要有一个度 细节上还是做了修改的 他把毒药放在香水瓶里面 准备见机行事 毒药再惹 方子的嫌疑不再是不风捉影了 山本此时只想弄清楚一件事情 动机到底是什么 其实山本他们调查方子时 已经非常的接近真相了 为什么他能再看现场 心不惊弱不跳 为什么杀人后 他还能胃口大开 连干两大碗饭 实在是杀那两个人 给方子带来的不是负担 而是解脱 不管是福尔摩斯 还是大臣南部落里面 都对一种人深无痛绝 敲诈的人 他们抓住别人的把柄 操控他人精神与钱包的恶徒 和之前猜测的相同 本来的两名死者就是这种小人 他们比一般的勒索饭 更卑劣的地方在于 一般人是去抓把柄 他们没有把柄 创造出了把柄 那是在方子人生最灰烂的那段日子 留场后无法生育的痛苦 活泼过失的悲伤 还有丈夫不在身边的孤单 让方子在逛商场后 遭遇了两个人的算计 两人以上愈贺 售货员把商品塞进方子包中 保安在故意检查 设套冤枉他偷窃 一般人为了面子 大事话想给钱了事 但方子当时状态很差 柿子转条软的捏 他们不仅当场敲诈了钱 后来还发现 方子是一员秘书的老婆 保安就此找上门 得寸进尺 以告发他 让秘书身败名列为友 占有了方子 也就有了后来邻居说的 经常能够看到保安来小住的原因 其实这个骗局并不高明 实在是方子当时的状态太差了 没有想明白 等到他明白的时候 手中的把柄已经是越来越高 保安要人 守护员呢 这把方子当作是提款机 方子去酒吧上班 其实也是为了供养这两个猪虫 好不容易 秘书要功成身退 毁东京住了 方子还以为都耗这么多羊毛了 是个人都该有眼力剑 剑好就收退出他的生活了吧 可额人的胃口是越威越大 越养越雕 保安就直说了 李老公回来之后 一切会照旧 甚至变本加厉 方子一直苦熬 喂的就是丈夫回来之后 他们的生活能够步入正轨 自己会如同婆婆临终前 希望的那样 可以幸福的生活下去 可眼前两条毒水的存在 让方子看不见希望 只有把这两坨 折光的乌云剔除 自己才有获得幸福的机会 这就是他的动机 杀人计划的实施 一点都不困难 毒药是保安之前 逼自己保管的违禁物 正好就用来送他们上路 提前约他们说 来一个金泽三人行 那对男女听完之后 就兴奋的答应了 虽然方子对丈夫有埋怨 但他依旧是方子生命中 唯一的那道光 因此在杀人之前 方子才会多此一举的绕路 去看了演讲 演讲一结束 方子就赶去了官业笔 两人不宜有他的 喝下了方子准备的毒果汁 大仇得报 方子开心的去附近 连干了两大碗饭 人杀了 接下来警方怎么结案 直观重要 东京的新闻 一般是不会报道到 金泽这个地方消息的 在饭店里 他看到了金泽日报 就想到订阅他 来掌握命案的动态 你什么由头呢 一瞥眼 看到了三本连载的 遥远的记忆 就用他为借口吧 古事的最后 作为曾经的夫妻 秘书听完了方子的读白之后 选择了离开 劝其流产 他并未感到抱歉 也没有意识到 方子和他离婚 其实对他是种保全 方子还是在 三本的劝手下去自首的 社会派推理 重的是社会 人性 作本清章的原著背景 和本剧时代差别比较大 我们就这本剧 来说说其中 只得思考的点吧 大家看完 对方子的婚姻 有什么想说的吗 就问你气不气 听说过丧偶是鱼娃 没见过丧偶是养婆婆的 婆婆疼方子 情如母女 爱得供养那也行 问题是 不让老婆怀疑 为的是照顾好婆婆 这一点真的是太过分了 如果不是流产事故 方子也不会状态差到 被无量骗术骗得那么惨 细想来 秘书才是蝴蝶 煽动了之后的一切 但你要真说秘书 并不是全无优点 当方子登报之后 他第一时间站出来 维护了妻子 对外问题上 他无保留地站在了妻子那一面 假如当初 方子被污蔑偷东西时 他向丈夫求救 想必秘书也会站出来 保护方子不被欺负的 只可惜 方子当初的状态 勇敢不起来 他过于的牺牲 以及丈夫一方 过于的任性 夫妻间不了解 不信任 完完全全的反面案例 新顿方子杀人前 那段被乌云笼罩的日子 非常大为阻止多谋的绅士 如今依然百发沧桑 但还好 他有留下很多存在过的痕迹 有机会的话 姑姑和大家一起看一看 他的古天人三郎吧 好啦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姑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麻烦点赞收藏 关注一下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